其實的確這個藍白合不合 其實目前還沒有破局 但的確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已經跟我們喊話喊的非常的久 他們自從就是國民黨提出民主初選 這四個字的第一天開始 就一直告訴我們說 不要再談下去了 有什麼好說的 他們就沒有誠意啊 根本就不想合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其實非常的激動 就他們覺得說沒有必要再聊下去了 他們覺得民眾黨 柯文哲人就走自己的路就好 我們都會聽你 我們都會支持你 可是有很多的人說 你們一定要合啊 你們分裂會輸呢 現在的話民調支持度的確 大概至少五成六成以上是認為說 是不是在野勢力的一個整合 才有機會可以實行政黨輪替 所以當然是因為民意的推動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展開了第一次的那個談話會 但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早上我們開始收到各地方 有一些黨部 然後甚至有一些明代的服務處 他們就回報說 今天突然接到了一些電話 這個電話內容講什麼呢 他就開始說我跟你說 表達這個侯友宜既然都已經發生了 說願意科侯配或是侯科配 人家就是都釋出善意了 你們一定要轉達 幫忙轉達給黨中央說 一定要整合就對了啦 然後他們就跟我們講說 可是很怪他們聽那個電話 背景音很像那個call center 就很像電話中心那種 然後一直打電話一直打電話 然後旁邊都聽得到那些 講電話那個聲音 所以我們就疑似認為說 會不會是這種電話部隊 因為自從這個 我不好說是哪一個 是誰派出的 真的不好說是哪一個陣營派出來的 然後這個 銀色最傷人 銀色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 這文燦說不要銀色 好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 自有公平這樣 但我們就覺得感覺有點怪怪的 好像是電話部隊想要來促成說 你們就這個整合就對了 人家侯友宜都釋出善意了 但我們真的是覺得說 現在有一種感覺好像真的 大黨在打壓小黨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就是 由我們政黨主體性 然後我們也想要走我們的一條路 那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認為 如果時間那麼緊迫的情況之下 其實用民調它是最快 而且有信度有效 對相對比較實惠的一個方式 但的確你看這個昨天好不好 侯市長直接拿出這個選票 都印好不好 只有柯侯或侯科 當初其實柯屁已經講過 他認為如果真的要談所謂的 在野勢力整合的話 應該要把郭董拉進來 但我們很明確的看到說 國民黨現在看起來是沒有這個意思 直接把就是侯科或科猴 就直接這樣講出來 所以我們覺得說 看起來的確很像 想要來強迫合作 又或是有點像在勤勒 逼婚 下通牒 就是有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柯屁他現在也講很明確 我們就希望說在月底之前 可以明確的推出說 到底最強的組合的人選是什麼 但是也必須在講 我們現在真的認為民主初選 這個方式以時間上來說的話 真的太敢 而且不管在人力財力跟物力上面 民眾黨的確沒有辦法去跟 國民黨這個大黨去做比拼 而且還有AA制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大多 你看他們還在糾結AA制 你看 我跟你說 我們真的是資源很緊迫 你看寶寶都講話了 寶寶不喜歡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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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妳說 就是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能夠有一個政黨協商委員會 就沒有AA制的問題 其實因為本來 就沒有金貝的問題 對 講到這個就對了 因為你知道 剛剛其實林靠也有講嘛 柯屁其實本來是說 禮拜四的時候 不是就要提出 對 禮拜四有一個聯合政府的記者會 就是我們的這個機制 然後跟SOP 我們要把它提出來 但我們也就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 侯市長在這個時間點 立刻通牒說在禮拜三 我們禮拜四 還來不及講出口 然後他就跟你通牒說 禮拜三就做決定 大家就會覺得 所以怎麼突然那麼趕這樣